判断中文的部分 真的在Charlie V來說 其實真的他比較沒有這個能力 然後全形半形 我是覺得他也比較沒有能力 所以你知道這個部分不太OK 你就不要一直為難他了 因為他就是一個外國人 你一直要叫他講中文 你不是太為難他了嗎 文化差異啊 所以有的時候要入境隨俗 或者是說你要知道他的 他的短處OK 所以以後如果問人家問你說 Charlie V有什麼不能的 你就舉這個例子 他就他應該就可以比較知道OK 那我們理論上應該用工具 就用他的長處 而不是說你一直用他不行 人家你看你一直說 你看老師講那個Charlie V很厲害 哪要很厲害 根本中文都不行 那你不能這樣講 畢竟他是個美國人設計的OK 那所以我們剛剛就是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中文也許不要用沒關係 我們用英文應該沒問題 所以他給我們這一個程式 其實就已經很厲害了 那你會發現以後 這個公式主要就是說他去尋找 如果有這一些的 就幫你用TestJoin 幫你把它留下來 那我們剛剛就利用這個把它改了一下 比如012345789 然後加一個電 那就可以取得我們後面需要取得資料 所以這個 但是特別注意一定要按下Ctrl Shift 加Enter 這個可能是 應該你們會比較容易遺漏的 你不能直接把它貼上 所以剛剛這個Ctrl C 那你如果直接打勾 他就不會有任何東西出現 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一定要Ctrl Shift加Enter 而且Ctrl Shift加Enter之後的話 前後是有大瓜糊 很多時候書上 他會給你公式 直接前後加大瓜糊 但是很多人就給他打大瓜糊之後 然後打勾 發現奇怪 怎麼公式不能walk 因為這個大瓜糊並不是自己打的 你想說你特別注意 以後不要看到那個大瓜糊自己打 打完之後 老師為什麼你可以我不行 不是要講Ctrl Shift加Enter 所以這個你可能要做一百遍 你應該以後就不會忘記了 特別注意你一段時間不用 我跟你講你應該都忘記了 你看到那個畫面 這樣子 其實特別注意 不能直接打勾 打勾就出錯了 記得Ctrl Shift加Enter 他就執行了 當然這一段程式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改成 數字這個範例 打勾當然不行 打勾他只會執行一次 所以特別注意 打勾就執行一次 Ctrl Shift加Enter 就是執行這麼多次 這麼多次是做什麼 其實他這個公式裡面 應該可以理解 他就是search search這一些 把找到的字 這個字找出來 OK 他就幫你把它放過來 所以記得 Ctrl Shift加Enter 那向下填滿應該沒問題 他也可以 向下填滿一樣 每一個都有大瓜糊 數字部分我是把它貼過來 這邊改成這樣子 其他沒改 當然我有問Ctrl Shift加Enter 幫我取得數字 他給我另外一個公式 這個我也有貼在雲端 你們可以比較 或者甚至你自己生成也可以 其實我覺得 生成這個公式也不難 只是我覺得 這個就是他優點 你就要善用他的優點 然後盡量不要去看他的缺點 不然你交朋友也是一樣 你一直看他缺點 我想你們兩個就沒辦法 OK 好 那再來的話 當然最後 我也是希望說 看能不能幫我把它變成VBA 因為這麼長公式 看了就討厭 有沒有 所以最好是說 我們將來不要這個 直接就幫我轉一個 制定函數算了 然後我以後插入函數 自動英文就取出來 那最好 有沒有辦法 以前我跟各位講 這件事如果沒有 沒有Trust TV 沒有AI 以前是 你看 你隨便找一萬個人 看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非常困難 所以呢 我就把剛剛的問題 接著繼續跟他講 有沒有 這個嘛 講完之後呢 再跟他講說 請幫我改為VBA的方選程式 或者叫制定 制定函數也可以 可以 方選就函數 那他基本上應該就懂了 好 那再來的話 就幫我把它產生一個方選 這個前面都講過 跟各位講 這個以前光要寫這個出來 那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但是他就瞬間幫你產生了 底下當然有看 他應該有講 LTX 這個都一樣 然後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不過我們已經有模組 就不用了 然後他還舉例 那他的名稱是這一個 大家如果不喜歡這個名稱 你可以改 OK 改的話記得 這邊改 上面要 下面要改 下面這裡 所以我把這個 複製之後 應該知道貼哪裡 這個我們前面都講過 你就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或者這邊有插入模組 然後把它貼上 然後名稱是這一個 當然我們這台時間不改好了 這個也許就是 取得英文 如果你假設 這個名稱我不太喜歡 你之後再改好了 我們先試試看好了 如果可以 那應該就OK了 試一下 這個就 把它 這個先說起來 關鍵時刻來了 好 使用者定義有沒有 有啊 OK 出現了 沒問題 然後 Input Swing 這個Input Swing 就是輸入的文字 輸入文字就是這一串 然後看一下 不過可能還是一樣 你一定要先把它轉成半型的 OK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可以喔 更簡單 看到這一串 不錯 所以最後如果你要更完美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叫做 取得 或者 取得 或留下 留下英文 我這樣應該比較好理解 然後你就把這個名稱上面改 記得下面也改 OK 那當然啦 最後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就自己再把它優化一下 包含就是說 定去把它刪掉 然後 它裡面的每一行 它這邊有註解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把註解稍微看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程式真的不多 它就是一個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留下要的 把留下的東西return回來 有沒有程式不多 OK 那我們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再試一下 這個把它重新 我改完之後再跑一下 有沒有留下英文 那這個一樣 給它 這樣感覺很親切 按確定 點亮一下 哇 太好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呢 你的工作 如果會遇到這種 什麼你只要中文英文數字 你要留下來的話 這個就很專業了 OK 這個我想 外面你要找也不一定找得到答案 OK 快速解決 至於這個數字 我就不掩飾 我就不掩飾了 就留給大家 應該也會啦 反正你就照著剛剛的這個charge VBA邏輯 一樣啦 就把這一段改一下 請幫我產生這個數字 這個就不要取出所有數字 然後底下就請幫我改為VBA的Function程式 它就會幫你 數字也有了 最後當然有Sub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Function 你說 可是我不喜歡插入函數 我想按個按鈕自動完成 沒關係 請幫我改為VBA的Sub程式 但是記得Sub他不知道你要輸出到哪裡 所以你可能要多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輸出到這個範圍 可能是C2到C8 他就幫你丟進去了 那你所有事情就搞定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今天這個部分 難度又向上好幾級 難度很高 可是我是覺得應該也沒有特別 都自己寫這個公式 因為有TrashP輔助 真的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現在感覺就簡單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TrashP的缺點 它就是中文不太可以 第二個全形也不太可以 盡量就避開這些 現在是雷区 比場章 數月